我好緊張喔 我看到誰 有水 沒關係 沒關係 都還好 沒關係 沒關係 好好好 我去拿書籍 沒關係 需要什麼 沒有沒有 我招了我們是在電腦 沒有沒有 沒有 我剛才是想要跟他說什麼 從電腦上去直接看 如果你想的話 我知道 你說要查電腦上什麼東西 沒有我想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好好 好 這個 就是我們想要 你的東西怎麼都那麼 看起來都好厲害 不是這樣嗎 可能我們可以換成比較不厲害 也不用 對啊 你看 你看嘛 我們還是走好了 也是不同的文化 我們都在彼此吃 好 我想請教一下 不好意思 我都沒有吃 我叫李嘉華 然後我是拍紀錄配的 然後我現在也在那個 朝陽科大教書 所以我就是 我現在可能每個禮拜都有一些時間 會在台中上課 所以上次就是 本來就是一個 我跟市長 然後給那個 黃金線老師 然後給照杯 對 就我應該要到 但是因為那個時間 我剛好能上課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對 那次我就很想來聊一聊 好想 那其實 因為我們 我們是那個 台灣公民媒體 我們還寫過 就是顯賢 原來是執行長 然後顯賢 現在就是 他去另外一個工作 然後我原來是副執行長 所以現在我就 那個 接到 好 恭喜 我覺得好像 不是什麼 是的 然後他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中間主力 其實是 學會去 學會都 對 他是 對 他是Roe 對 詞語 這怎麼衝 像個詞 對 ok ok 我是說情人優贏 Zoe Zoe 是優贏 對不起 發音不好 好 然後 我要很誠實的跟你說 就是一開始 其實這個 就是 Python 你的這個 idea 是顯賢跟我提的 對不對 那 我自己 稍微做了一點點功課 不敢說很充分 然後我覺得你真的 對一個拍這個片的人來說 你是一個很有魅力的題材 但你自己應該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有很多面向可以考慮 但是我注意到你在很多訪談裡面 都一直說 外面貼獎的這些東西 都是你不想要別人發展的 天才啊 什麼 創業者 我好像也不是說不想要 就是跟我們做戲沒關係 對對對 ok 所以我其實就很想要知道 就是我想要當面跟你談 就是你對這個Python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或是有什麼態度 對 ok ok 因為其實 上次次長跟那個 就是謝賢老師 是 對 我也可以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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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他們只是覺得說 因為我自己有了基素材的習慣 那好比像說我們現在的對談 或者是說我所有的 在院裡面的 只要是跟我不認識的朋友 就是機關外的朋友的拜會 那我氣少會留下主子稿 然後通常也會有錄音 那當然如果 其實這是一個對稱的概念 因為對方如果錄音我就會錄音 對方如果錄影我就會錄音 對方如果錄影我就會錄音 那然後對方如果什麼都不錄 那這樣我這邊氣少了主子稿 ok 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對等紀錄的這樣一個原則 那 所以 我也有稍微提那個原則 然後他們可能是覺得是說 這個在紀錄片的運作來講 其實是比較方便的 等於是說 素材取得跟素材的剪輯 可以完全拆開來處理 就有點像是說 像我如果用這個牌 我現在是還沒有吧 但如果用這個牌 我可以事後再決定我的 曲的那個角度 因為他是先把光都收進來嘛 然後怎麼運進或怎麼去角度 是事後做的事情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當時我記得有提到說 那所以紀錄片的導演 他可能更多的是 起到主題的一個角色 就是說我們這邊有每天的素材 然後在 比方說我十天前的會議 我到今天就會施主給工作 那所以說 基本上就是每天每天 你都會一直看到 我十天前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雖然有個時間差 但是它是就是 素材是混混來來的 對 對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原則裡面 就是你的工作 我其實也不確定說要怎麼進行 因為這個東西 首先最大的時間尺度 是說全部一直到我 離開這個工作 然後才全部解析起來呢 還是在中間會有 check point 那如果是我離開工作 再全部解析起來而已 那我們在這中間 是不是你可能要每個月review一次 上個月所釋出的素材 然後來看這個東西 他們要這個月怎麼定調 或怎麼給它一個調題 就之類的 所以說 這個因為不是我的專業啦 所以這個就是要聽你的意見 大概是這樣 那 就是我 不好意思 我用比較傳統的紀錄片 打開設的感覺 可是 所以現在我們這些錄影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都是 大部分是你工作的內容嗎 就是 就是meeting 只要meeting 我們會會錄的就是meeting 那 我很誠實的說 就是 其實大部分 對大部分的觀眾來說 如果你開一個紀錄片 你通常是希望看到 一般媒體不會有機會看到 或是值得討論一般媒體 不討論的 運行也不會記得討論 我們會一起 是 對 我理解了你 對 對 對 就是 我其實跟那個寫寫老師 我們有一些初步的討論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 我也是叫他老師 我也是叫他老師啊 就是我們可能會比較希望回到你 作為一個人這件事情上 對 就是 我們那天討論 後來有一個 目前是一個初步的想法 但是他還是很 rough的東西 就是 賢賢老師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做自己 做自己 就是在台灣的教育裡面 我們是不鼓勵大家做自己 甚至大部分的父母對於做自己 這件事情是很害怕的 很怕自己的小孩要做自己 比方說你就是一定要當工程師當醫生 如果你跟他說 像我一樣說 我想要去拍片 大部分的父母會很驚恐這樣 那 那個 賢賢就是說 你的成長過程裡面 就很充分的做自己 那當然 因為我沒有當面跟你談過 所以我在很多資料上面看到 其實做自己的路是很辛苦的 你有遇到一些霸靈嗎 對 對 對 然後所以你就曾經被學到有一點點抗拒 之類的 那顯賢就是說 這一個找到自己的過程 是很值得被看見的 那作為一個拍片的人的話 就是我會想說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讓觀眾看到 唐鳳是怎麼樣這一路走過來 經過了什麼事情 有什麼轉折 然後顯然有一些外界的事情 對你會有干擾 或者是沒有干擾 如果你有干擾的話 你怎麼可能 沒有干擾的話 為什麼你不在意 然後我們都覺得是這樣的東西 可以給很多人一些鼓勵 就是怎麼樣更勇敢的講出自己想做什麼 OK 那我的問題是說 那這個要怎麼用影像去呈現呢 因為我從八歲開始 其實有非常詳識的文字記錄 對 那幾乎是每個星期都會有個專欄 專門說我這個應該做了什麼 這樣子 然後這個一直持續 從八歲十一歲十五十九都有很完整的紀錄 可是當時病院有很多影像嘛 當時絕大部分是文字 跟最多一些平面美體 那你剛剛提到的那些經驗的那些場地 其實都已經不在了 或者是不是當初的樣子了 所以我蠻好奇的是說 那在紀錄片上面要怎麼再呈現 比這些文字多的東西 對 其實在影像表現形式上 這個我們後續都可以討論 我現在先隨便丟幾個有可能的作品 比方說前幾年那個 有一個導演叫嚴謹俊樂 然後他拍一個很有名的日本導演叫 四川坤 然後四川坤死掉了 然後嚴謹俊樂就拍一個電影像他自己 那從頭到尾就是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我知道 從頭到尾就是嚴謹俊樂 就是嚴謹俊樂用自己一個後背的立場 在講四川坤的故事 所以這整部片子 原則上是一個用旁白 用voiceover這樣的電影 然後所有的影像 都是四川坤的照片和劇照 這是一種方式 然後我們最常見的方式就是重演 那重演如果演不好 就會變玫瑰同名言對不對 所以這個要小心 沒有要重演 重演也不make sense 可是 但是你要mea的話 我是 用mea 就是動型門 我們知道動型門的調性 他跟玫瑰同名言 一開始就是有差別 當然 當然 但是玫瑰同名言 其實是處理不好的重演 像 兩年前原部很棒的紀錄片 叫做沙拉波利的家庭詩篇 那這部片子 我要找一下 台灣不知道有沒有 我可以拿進去看 很好看 線上看得到 線上看得到 然後他是在講他跟他的家庭的關係 然後裡面有一個很核心的角色是他媽媽 然後他自己是一個劇情片導演 然後他也拍紀錄片 然後一開始你會以為 有好多好多東西是他媽媽年輕的時候留下來的素材 就後來發現 HOME VIDEOS 對 HOME VIDEOS 然後後來才發現全部他都是找演員演 明顯 對 但他演得非常好 可是他沒有讓他的演員在鏡頭前面講話 他就是像一個HOME VIDEOS 然後還是用他的旁白在講他的故事 但我是說 從演有好的形式也可以有不好的形式 明顯明顯 對對對 每個同年來劇組朋友 如果正在看這部片 對 好 好 糟糕 我都忽略那個形式 我跟大家道歉 對 對對對 非常有對你的概念 對 然後所以形式上有很多可能 然後另外一個 包括我自己 我在十幾年前 就是我 我25歲26歲的時候拍了一部影片 教我自己的同年或一 那我現在很講我的可能 理解 對 然後我也是用描述的方式 但是我的鏡頭全部都是空鏡頭 就是我就回到當年 就是我跟你不一樣 我是霸凌同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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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在那個 我就回去現場 比如說我被老師抓到 然後我就回到那個訓導處 我就拍那個訓導處的空鏡頭 然後就是觀眾就跟我一起到那個現場 只是他聽到我在講話 我也沒有入境 就是我當初就是在這邊欺負人家 我當初就是在這邊被罰人家 看著我爸爸道歉這樣 之類的 對 對 所以就是 我只是想 我們今天可能先來 跟你做一點點了解 討論 那實際要怎麼執行 我們回去會再想一個更具體的東西 那當然也要再跟你討論 OK 就是說 我這樣子快速中整一下 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 重點不是在我的 在願意的工作 而是反而是我進願意之前 或甚至我退休之前 所有的 就是實際在家庫上闖蕩 但是是從 可能 七歲開始 或甚至更早以前開始 然後一路到我退休可能是 33歲 的中間 然後 所有這個張力比較高的部分 然後透過就是 重演或旁白的方式 那 我們也理解說 當時的照片其實留的不多 但你的意思是說 可以透過 就是重新覆景 或是重演的方式 來 來 重現當時的氛圍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就有一點像是把 就是我母親的 不管是 正常戰爭 天天驚喜 所有的這些 紀錄我成長的 原住小說 對 進行一個 改變拍片的一個動作 這樣子 差不多是你意思 沒有 我是說 這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我也想跟你談一看 就是 你比方說 你有沒有什麼 其實這是紀錄片倫理的問題 所以我其實有點訝異 因為通常我們在這個階段 是不會有任何東西被看見 因為比方說 我現在要跟你聊的是 作為一個主角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 覺得可以被看見 什麼東西 不可以被看見 然後所以我們到底要 因為為什麼我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反而很困擾 就是因為我們在討論的過程 你會發現你身上 有太多面向可以談 對 那我簡單講 就是這樣說好了 就是作為一個拍片的人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什麼都要 其實什麼都要 這個東西就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勢必要幫你的故事 就是在這個影片裡面找到這個 尺寸 對 那你剛剛說做自己 可是這個其實也並沒有切掉任何尺寸 對 對 然後 所以 仔細虛 對 所以 其實這 很不負責任的說 這也是現在我焦慮的部分 因為你太多東西可以講 太多東西可以講 我現在也一時之間 也有點不曉得我要 難以誰選 對 對對對 所以我一方面想聽聽你的意見 然後我可能也想要知道說 你有什麼地方 所以可能你會比較有 顧忌或是你有什麼地方 當然我從媒體上看 是沒有啦 對啊是沒有 從媒體上看 欸這個是 這個就是360線 所以你要先關掉 沒有沒有 我其實剛剛以前沒有在拍 但是事實上沒有作用 所以 所以 好 好 那所以 我等一下 我想一下 好 那 這個